我一看 透過歷史看痔瘡 古今中放置氣功超有趣 排便順暢好健康 便秘的人 痔瘡的人 脾氣是很火爆 可能在上班的時候 壓力非常大 好 你先停一下 因為我要講 你有痔瘡困擾嗎 中醫治療有一套 歡迎收看健康No.1 今天到了我們中醫與養生的單元 你也有治男生坐立男安嗎 今天中醫要教你怎麼樣來治療痔瘡 先歡迎南部來賓朋友 中國也有 而且中國也都是一些帝王的人物 像戰國時代有一個戰國七雄的趙王 趙王他也得了痣瘡 那當時治療痣瘡的方法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怎麼樣 講起來你們一定覺得很噁心 用舌頭去舔 拜託 我的自己個人的解讀是 他用舌頭一來是把那個痣推進去 那二來也就是透過那個舔的溫度 讓他去增加血液循環 那好 那重點是當時呢 問題是誰敢呢 偏偏那個趙王有一個男寵 就是他們的他們寵性的男人 叫做郭開 郭開就敢舔 所以後來這個趙王非常寵愛郭開 可以給給郭開無比的權力 讓他可以作威作福 後來是當到趙國宰相 對 這個舔其實是在氣功裡面有 因為我們練氣功一般會有兩個注意事項 一個叫提鋼 所以你看一般練氣功都會說提鋼 一個是舌底善餓 因為我們說任督兩麥他有兩個缺口 一個是在鋼門 鋼門就是剛好任麥跟督麥的缺口 上面就是在舌頭 所以他的理論是說一個羊一個陰 所以他用他的舌頭去舔 所以他是上下雀橋陰陽交合 然後他會讓他放鬆 所以他的氣就過了 他那個血就會引開來 有一句話 我在很多年前去參加那個旅遊團出國 然後大概到第四天還是第五天 然後我就出來 然後就看到那個領隊臉很臭 然後其他團員就來 然後他們說你怎麼塞臉 然後他就說 他說已經很多天都拉不出來 因為很緊張帶團嘛 那我說我來幫你一下 然後我就給他按了一個神秘的穴道 到底是哪一個穴道呢 有沒有看到 健康No.1 等一下 彥寬師傅 你還健康No.1的襪子又穿來了 當然健康是No.1 沒有了健康什麼都 健康那麼多就沒有 好用心喔 好 你看如果把他拉起來 我把我的腳抬起來 你會看到有一個肌肉 好像蝴蝶秀一樣 像一個蝴蝶 然後呢 就在這兩個中間凹下去的地方 這邊按下去 左右兩邊各有按下去 用力的揉他 特別是在早上 大概是在五點到七點 不過你早上起來 兩個一起按嗎 單邊都可以 都可以 這樣子按 刺激他就對了 刺激他一按下去 然後他不到一分鐘 他就衝去了 那我現在來傳授一個就是排便的方法 最重要我們在排便的時候 手要握拳 然後放在你的這個下巴 兩邊裝可愛 然後呢 你的後腳跟抬起來 那這後腳跟抬起來 剛好就是剛才的那個成山穴 那這個成山穴 因為你這樣抬起來 他就已經掉動 這個氣就會往上 然後呢 眼睛不要看上面 眼睛要看前面的地板 那最重要你想著現在排便 大便正要出去的時候 牙齒一定要咬緊 然後這個時候排便就出去了 這是什麼道理 因為我們的肛門開 其實會每一天的元氣 就在那個時候就出去 所以我在排便的時候 我把全身的氣憋著 牙齒咬緊 然後呢 他整個就下去了 然後大便排完 牙齒才放鬆 你的腳就放下來 這種排便方法 你會發現很快一次 就出來 而且是很乾淨 眼睛師傅你不要再講 等一下我們已經有那種感覺 好 今天眼寬氣功老師 要教我們平常的一些動作 就可以幫忙解決痣瘡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來講 我們今天要分幾個步驟 第一個我們去游泳池玩水 不是常常會 拍水嗎 我們要先做這個感覺 好像你拍到水 是不是會這樣 拍 水會有阻力對不對 對 所以你在拍的時候 感覺要拍 然後瞬間要停下來 所以等一下要有這個動作 要有這個動作 這是第一個手的動作 第二 我們請大家來摸一下丹田 丹田就是在肚臍的下方 然後現在請大家叫一聲 好 誰 誰唱 你是被踢到的 你沒有規定要怎麼叫啊 對 我要大家都各種聲音 然後你現在在聽我的聲音 所以你要叫的時候 你叫的時候要丹田往內收 把丹田的氣是從丹田出來 所以不是 哈 也不是 一定要 哈 就是你在出聲的時候 丹田往內收一下 哈 哈 哈 不是 我自己會嚇到耶 我自己會被自己嚇到 不是你這樣子 哈一下它就下來 就不會變石頭 它就會 它就會下來了 不是做的時候會下來 就是等一下就會很順 沒關係 哈 你看你又是上頭 哈 連石頭都被你嚇到了 它要抖一下 不是 你可以繼續 被剛剛踢到這樣子 你後來這個聲音就是丹田 所以它是代力 你有嚇到喔 它是代力 很夠力對不對 有嚇到就好 可見這對大便有多大的幫助 好 OK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提腳跟 好 所以我看一下我的後腳跟 就是等一下我會有一個動作就是 慢慢的起來 然後整個全身的力道 落地吧 對 好 這個時候氣就會做一個大的循環 好 我們把兩手的手腕重疊 從丹田的前方抬起來 好 到了我們的頭頂 然後把手轉向前方 這個時候把腳跟慢慢的抬起 身體往兩側落下來 然後呢 到了與腰同高的時候 手拍腳落地 嘴巴出哈音 對 好 從前方起 這個時候手掌心是朝上 過了頭之後 把手 手掌心朝向前方 然後腳跟抬起 手往兩側落下來 然後嘴巴出哈音 先手拍下去 一 二 三 如果你在上班的時候 我們知道 我很多的學生他們都說 我問他們 通常有便秘的人 痔瘡的人 脾氣是很火爆 可能你在上班的時候 壓力非常大 好 你先等一下 因為我要講 你先干擾教學 不是七次嗎 你的效果太好了 我很認真耶 好 那 這個是你在上班 比如說 你跟這個老闆 有時候壓力很大 你自己去陽台 就做這個動作 做七次之後 你會發現 剛才的怒氣就 好像就消掉了 真的喔 因為這全身的這個 氣血的這個循環 而且透過這個聲音 然後很多的這個壓力就會釋放 我們再做最後一次 兩手這個重疊 然後從前方抬起 過了頭之後 然後把我們手掌心 轉向前方腳跟抬起 然後往兩側落下 然後嘴巴出嗨音 這樣子很簡單 做七次 就會有很明顯的這個效果 不錯 我覺得滿開心的耶 對 而且那個病 應該是被自己嚇出來的 不是 反正是被你嚇出來的 因為我們剛才 抬腳跟的時候 這個沈山穴 已經有刺激 然後這個手一翻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肺筋 這裡有一個孔墜穴 這邊也同時刺激到 然後他這個氣就會掉到 這邊一翻漲 然後就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氣血一調好了之後 你自然早上再做這個功法 一下子就會有這個變異 效果就非常好 對